菠萝菠萝区别是什么 严格意义上说 菠萝是菠萝的熟生 菠萝就是菠萝 菠萝就是菠萝 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 却不是这样区分的 一般称普通的菠萝为菠萝 五眼菠萝称为菠萝 菠萝的叶子边缘上的巨石比较大 菠萝的叶子相对就比较光滑 叶关也比菠萝要大 菠萝去皮后还有去掉叶 菠萝去皮后非常光滑 菠萝要比菠萝甜 而且菠萝是绿色的 而菠萝是黄色的 总结 一一般称普通的菠萝为菠萝 五眼菠萝称为宋明 二菠萝削皮后 还有去掉眼 宋明削皮后非常光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